然后他否认拿了羊并且怎么样 and let Dmitry into his backyard 领着Dmitry 你不先来到后院来咱看看来 领着某人到了某个地方 这个用的是动词lead somebody lead就领着某人到某个地方去 在前面领路 本文中用的它是可以的 还有一个领某人去某地 还有一个动词 show somebody show somebody也是跟某人到某个地方去 领着他到那个地方去 咱们看在24课就出现这个大废了 118页的第14到第15 118页的第14到第15 他说 George showed me to the guest room which he said was rarely used 乔治把我领到了这间客房那里 他跟我说这个客房很少使用 show somebody也是领某人 去某个地方呢 一样可以加这次to 领某人到某个地方去 可以 没问题 那还有一个咱们三侧没出现 但生活中却很常用 就是usher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慢慢来 usher usher 他后面也可以加名 usher也是领某人去某地 但这个usher呢 一般他做名词表示领作员的意思 什么叫领作员呢 一般是剧场里边或电院里边的 您来完之后里边灯都灭了 都黑了 怎么办呢 领作员领着您 您三排第15座 拿个手电筒 在那个位置领您去 所以做动词来用 也是领某人到某个地方 他还不一定是在剧场或电影院里边 就是表示客气的 像领作员一样 引领某人到某个地方去 可以用它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usher usher 有这个含义 同样咱们看个例子 the secretary usher me into his office 这位秘书 引领我 领着我 到了他的办公室里边去了 以后我们加to 如果是个小的空间 加into也行 进到他办公室里边来了 这个感觉叫usher 所以咱们记住 lead show和usher 都有类似含义 领某人到某个地方去 本分钟呢 领他到了后院里边去了 加into 这个小的空间 进到后院里边 然后呢 后面他说了 it was true that he had just bought a lamb he explained but his lamb was black 他说确实啊 我刚刚买了一只羊 羊是买的 但是我这羊呢 是黑的 你的羊是白的 这羊是不一样的 你不要闹误会 他这么来说 咱们先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是but连接的 两个并列句 我们知道but跟and 类似都是并列连词 只不过and是并列 这个是两个是平行的 but是转折 但都是并列关系 第一句话里面的主语 it是个形式主语 it was true 这是真的 什么是真的呢 这个黄颜色的那从句 是主语从句 就是他刚刚买了一头羊 这个是真的 对吧 he explained 这是插入语了 他解释说 但是but引出第二个并列句 但怎么样呢 他的绵羊是黑色的 你的羊是白的 我咋加黑羊不是你的羊 他还是不承认 就这么一个 好 这个句子里面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五星级的句型 诚然怎么样 但是却如何 it is true not 后面用but转折 当然如果它不是指过去的事呢 咱们it is就好了 如果强调是过去的事 可以用it was就好了 非常简单 咱们造一个句子 诚然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但是它却充满了潜力 发展中国家可以叫developing country 我们说过 指车 指船 指祖国 可以用she 充满了潜力 叫full of potential就好了 咱们看怎么说 it is true not China is still a developing country but she is full of potential 确实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但是它却充满了潜力 这在写作中几乎是个必备句型 什么呢 就先让步再转折 这个表达 甭管思路级考研 托弗亚斯执利 咱们都用得上 诚然 但是却如何 顺便记住 潜力潜能 如果potential这个词 记住 是不可数名词 一定是不可数的 它做形容词 叫潜在的 做名词潜能 是不可数的 记住搭配 be follow potential 不加s就好了 这是诚然 但是却 诚然 但是却呢 有好多好多一些用法 这是在第三册里边 在第四册 再次出现这个用法 你看在第四册的第三课 mat or man里边 也出现了这个 这个固定用法 只不过句子更复杂一些 但依然 股价结构是 it true not but 咱们大概看看大意 就好了 诚然 在他们的探险过程中 就是早期的登山者 怎么样呢 他们经常面临着 那些困难和危险 什么呢 最最惊心动魄的 那些困难和危险 那么装备之简陋 会使得一个当代的登山者 一想到此 就陡如筛康 就不寒而栗 这个shutter 咱们以前讲过 表示哆嗦颤抖 第十课生死中 讲过这个 但是他们并不是特意去追求 这种兴奋 这种刺激的 诚然是这样 但是却如何 哪个信息重要 当然转折之后重要 前面做让步 重要信息在转折之后出现 这个在阅读里面 也是个要点 注意but之后的意思 是最重要的含义 这是诚然 但是却 但是这个表达 不仅仅只有这一个 如果最后一个的话 那作文中要用两次 这种表达 它不就重了吗 好多好多 比方说 咱们可以用 admittedly 加个逗号 写句话之后 再用but再转折 admittedly一样 可以分成诚然 还有一个搭配 叫granted 加逗号 写句话之后 再转折叫but 重要含义 都在but转折之后 admittedly和granted 在这都是当副词来用 或我们加个逗号之后 写一个句子让步 再用but引出第二句转折 就好了 这个我们多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看这句话 admittedly I could have tried harder but I still don't think all this criticism is fair 他说诚然 我确实呢 能够更努力一些 我诚然 我诚然 但是我依然认为 所有的这些 这个批评 是不公平的 注意英语中 是否定前置 说我不认为 在中文翻译程呢 是我认为它不怎么怎么样 诚然我确实 当初可以更努力一些 他们批评不努力 但是我依然认为 这些批评是不公平的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后面的 重点是but后面的 这个信息是主意 再看这句话 注意后面加逗号 granted逗号 he doesn't look too bad for his age but I don't fancy him 这可能是女孩说的 说承然确实 对于他的年纪来说 他确实看上去 并不算太差劲 长得还行 但是我不喜欢他 这个fancy就是like 表示喜欢的意思 承然确实 他到了这个年纪 能长得这样 长得并不赖 但是我不喜欢他 重要是什么 重要是but后 我不喜欢他 这个信息重要 还有像第四册 第47课 大逃亡这个书 也出现granted逗号 我们叫but 承然 一种对路营本身的 视力行为 基于什么呢 基于设备和基于技术 这种视力行为 依然是存在的 但是 它是这样一种视力行为 就是 如果他遇到的话 他很容易理解 也很容易应对 granted 承然 我们叫but 但是却如何 这是五星级的重要表达 当然咱们在写奏中 可以把这表达 变得更复杂一些 咱们的but后面 这个句型 可以更加固定一些 但是却如何 你看有好多 更精彩的课答 前面这个让步 可以用 it should not 或unmitally 逗号 granted 逗号 对吧 让步之后呢 but之后可以用很多 比如说 but that is not to say that 但是 这并不是说 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或者第二个呢 but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但这并不一定 能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来 或者说 but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 什么什么 或者说 but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但是我们却不能保证 什么什么 都可以说 随便拿了一个都可以说 这样的话 咱们写作的速度和正确率 就都提高了 都现成的东西 半成品菜 咱们成甜控了 就好吧 这些重要的一些模板化的句型 可以记住 写作就活了 你比如说 咱们看一个简单句子 确实 很多大学生 选择继续读研究生 就pursue 继续追求 他们的研究生学业 pursue their graduate status 继续攻读研究生 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 他们都想做学者 学者是scholar 是不是可以说 but this i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可以用这个结构 咱们试试看 确实 诚然 就用本文中这个吧 It is true that many college students 然后呢 choose to选择干嘛 pursue their graduate status 都好 but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y want to be scholars 这句子出来了 来 那么黄颜色固定剧情 是咱们整个背下来的 诚然很多大学生选择 继续去攻读他们研究生的学业 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 他们都愿意当学者 很多人就为了找个好工作 并不是喜欢做学问 是这么一个 你看拿过来之后可以造句 速度更快 这个让步转折剧情 希望大家牢牢记住 好 这个Dimitry也很善良 这一听呢 就相信了 后一句话说 Assumed of having acted so rashly Dimitry apologized to Aleko for having accused him 因为对刚才自己如此 这个鲁莽形式呢 觉得很羞耻 Dimitry就向阿雷克道歉 因为什么 因为刚才指责过他 而向他道歉 不好意思 我是没搞清 没做调查 不好意思 咱们还是朋友 刚才我做错了 这么来说 Dimitry很善良 咱们下面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分析 这个逗号前的黄颜色的明显是一个原音状语 可以看作一个非味动词当原音状语 为什么呢 可以看作巨手省掉了非味动词being being ashamed of 因为老师讲过 ashamed搭配是be ashamed of 变成非味动词呢 就是being 老师说过 being在非味动词和独立诸容中出现 一般可以省略 这是原因状语的 因为对刚才如此形式感到很羞耻 这里用的是动名词的完成时的主动 动名词的完成时表示这个动作是发生的更早一些 Dimitry道歉是后发生的 刚才如此鲁莽形式在道歉之前 so having acted 然后后面白言词是句子的主干结构 Dimitry apologize to Aleko 向 Aleko道歉 因为什么呢 for having accused him 那个for还是借词 在后面依然用了动名词的 他完成时的主动 完成时抢到先发生 为什么呢 刚才指责过他 现在道歉 他发生比道歉更早一些 所以用having accused him就好了 apologize搭配是对的 咱们词语中讲过 apologize to somebody for something 你看严格按照公式套用出来的 这句子肯定正确 肯定没问题了 好 我们再回到句中 看看这个ashamed of这个搭配 我们说了 ashamed这个搭配本身词语中讲过 be ashamed of 对什么什么事情 感到很羞耻 很羞愧 本文中作状语来用 本来应该是being ashamed of 但是我们说了 being在非位动词中 一般可以省略 独立主角中出现being 咱们也说过 一般也可以省略 省不省都行 不省当然也正确 那当然省掉更好了 打字更快了 文章更简洁一些 对吧 咱们看例子 好多地方都是 你看在22课 也出现类似的这么一个 这样一个状语 110页的14行末尾 到底是5行 110页14行末尾 到底是5行 The jailer looked on eagerly Axure to see if his fellow actor had at last learned his lines 这个 jailer 这个狱卒看守 非常急切地在旁边看热闹 非常焦急地想看一看 他的这个演员同事 是不是把台词背下来了 为什么在旁边看热闹呢 后面其实还是个原因中 因为他急切地想看看 他的同事能否有台词背下来 Axious to do 本来是be anxious to do 前面应该有个being 当肺微动词 但being在这儿是被省掉了 文章中没有 依然是肺微动词的状语 再比如说第三诗课 幽灵之死 在142页的21行到22行 142页21行到第22行 你看这句话 he used to sleep during the day and work at night 他过去怎么样呢 是白天睡觉 晚上出来工作 为什么呢 因为他全然不知道 他已经成为 安德利农场的鬼了 因为他不知道 叫quite anywhere of the fact that 我们知道 anywhere就不知道 搭配是be anywhere of 同样做肺微动词 里面永远有个being 但being被省掉了 这种省略 早在第二侧就出现过 咱们再看一看 第二侧的第49课 就是the end 最美梦告终 这颗书 第二侧第49课 你看他这么说 tired of sleeping on the floor a young man in Tehran saved up for years to buy a real bed 因为睡在地板上 感到很厌倦了 所以在德黑兰的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存了多年的钱 买了一张真正的床铺 你看这个 tired of 是对什么厌倦 是be tired of 据守省略的being这个词 省略之后 直用tired of 依然是非为动词 在这当原因装 这个being被省略了 所以看到这个现象 是屡见不见的 经常发生 好 那本文中又说 assimed of having acted so rashly 当然 你用assimed of acting so rashly也行 因为动名词用一般时 它任何场合都能用 用完成时 但是它是更强调先发生 一般时是都可以用 在这肯定是主动 它本身它行事盲撞 只是主动行为 所以说主动结构 咱们在第四课讲过 动名词的实态和语态 咱们做复习 可能仔细复习 细心同学还记得 动名词的实态和语态 它的实态由一般时和完成时 语态是主动和被动 主动被动是比较好理解的 实态一般时 它主动用doing 被动用being done 那么完成时 什么时候完成时呢 我们说完成时是强调 这个动作发生的更早一点 而一般时呢 一般时什么也不强调 什么也不强调 先发生 同时发生都行 但是这个完成时强调先发生 所以用完成时的地方 都能用一般时 一般时的地方 不见得能用完成时 一般时没有场合限制 那完成时的被动 就having been done就好了 本文中呢 你看这个鲁莽形式 是发生在道歉之前 所以用了having acted so rashly 本文中也可以用一般时 ashamed of acting so rashly 完全可以 因为一般时没有场合限制的 这个是这么来说 你再看后半句 for having accused him 因为曾经谴责过他 这个for还是借词本的因为 having accused him 用的having done 还是完成时的主动 主动没什么话说 他谴责阿雷克是他主动的行为 但是呢 谴责阿雷克是先发生的吧 后来才想他道歉 所以用了完成时 也能用一般时 一般时怎么说 for accusing him 当然是正确的 因为动名词的一般时 是没有场合限制的 就好了 把这个弄行 然后中心搭配用的是 apologize to somebody for something 四公斤讲过 也可以把它换成 它的名词形成apology 怎么说呢 背一遍 Dimitri made an apology to a legal for having accused him make an apology to somebody for 可以吧 可以 没问题 或者用say sorry这个搭配 Dimitri said sorry to a legal for having accused him 大家看到搭配的重要性了吧 有了搭配之后 写句子速度特别快 而且保证错不了 一定不要记单个单词 单个单词是杀死 盖不起大楼 一定整颗的大玉质板 钢筋水泥 拿来之后 大楼搭得既快 又稳图又漂亮 好 这个 因为对某事很羞耻 所以为了为了这个事 而向某人道歉 这个结构呢 咱们看完之后 类似咱们用一用 咱们用一用 造个句子 我因为对自己 刚才这么不小心呢 感到特别不好意思 所以呢 我被打碎 她最喜欢的花瓶 而向玛丽道歉 那中心的主干结构 是我向玛丽道歉 apologize to marry for 什么呢 因为打碎了 她最喜欢的花瓶 花瓶咱们看过 就是用ways 这个词就好了 做事情如此不小心 不小心可以用副词 inattentively 因为仔细的 专心致志的是attentively 反义词是 inattentively就好了 做事情不小心 和打碎了玛丽的花瓶 这两个事 都发生在 在向她道歉之前 所以在这呢 为什么加for 那么对于词 不小心感到不好意思 be ashamed of 都是借词 所以这两个地方 都可以用 动名词的完成式 强调先发声 然后道歉呢 当然这一番过去词就好了 对吧 咱们试试看 试试看该怎么说 ashamed of having acted so inattentively 然后呢 i apologize to Mary for怎么样 having broken her favorite vase 就好了 注意 前面这个ashamed of having acted 先别看小人 咱们看句子 是不是也可能说 ashamed of acting so inattentively by having acted 或者acting可以 后面这个 for having broken her favorite vase 也可以说 for breaking her favorite vase 也行 这两个动名词的完成式 都可以用动名词的一般式 都可以 好 包括前面的ashamed of 前面省掉了 being ashamed of 依然是原因双语 也对 也可以 好 后面再看 while they were talking it began to rain and Dimitri stayed in a lake's house until the rain stopped 这人算不如天算 正说着半截 外边下雨了 咱们看看 这个语法成分的分析 while they were talking 这个while 当然是时间壮语从具 当模式 当他们正在交谈时 天开始下雨了 而且我们说过 天要下雨是客观现象 客观现象用begin to do 更好一些 主动行为用begin doing 更常见一些 有这么一个趋势 咱们说过 下雨用to do更好一点 and into 并列连词 并且Dimitri怎么样 就待在阿列克的家里边 老邻居又拉着手又好了 待在家里边了 然后until 又是一个时间壮语从具 直到怎么样 直到这个雨结束了 是这么一个 注意是这句话的语法成分大致的分析 好 咱们看下一句话 这个下雨有什么影响呢 你看后面说了 when he went outside half an hour later he was astonished to find that the little black lamb was almost white 当他半小时之后 雨停了 从这屋里边出来之后 到院子里一看 大吃一丁 他们惊讶地发现 这头小黑羊 已经几乎全都白了 诶 这很奇怪 咱们先看个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win引导的从具 明显又是时间壮语从具 当他半小时之后 走到外边的时候 好了 这个里边的half an hour later 是时间壮语从具里边的时间壮语 就半小时之后 出来的时候 然后这白颜色的没有下的部分 还是具的主观 他非常的惊讶 为什么很惊讶呢 这个to find到剧末 画横线的地方 从to开始到剧末 明显是一个原因壮语 就因为什么而惊讶 这个是动词不定式来修饰前面的一个惊讶 因为什么 因为发现这个事儿惊讶 而这个大家从具到剧末呢 又是做find的宾语 牵套在原因壮语里边的一个宾语从具 做find的宾语 发现什么呢 发现这头小黑羊 已经几乎全都白了 好 这是这个句子里的语法成分的分析 那另外我们看一看这个半小时 用的是half an hour 半小时 但是注意 如果一个半小时呢 一个半小时咱们用an hour and a half an hour and a half 叫一个半小时 这个作语辨语 别不得用错 然后呢 他惊讶地发现 这个be astonished 再加to do 注意这是固定搭配 一定是原因壮语 因为某事而惊讶 而且这个惊讶的词有好多 be surprised be amazed be astonished be astounded 咱们在第三课讲过 好多都是惊讶的 然后后面加to do to find that to learn that 等等等等 都是加to do 因为发现了某个事 而觉得很惊讶 或因为获悉某个情况 而大吃一惊 都可以 这几个 这个白颜色的 一般都可以替换 在前面都是 这个惊讶 后面都是动词不定试 注意是什么 原因壮语 因为发现 或因为听说某个事 而惊讶 咱们本文中是因为发现这个事 咱们再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在第三课里面 22页的第14到第15 22页的第14到第15 咱们看这句话 他说 When the archaeologists reconstructed the fragments They were amazed to find that the goddess turned out to be a very modern looking woman 他说当怎么样 当这个考古学家 把这个碎片 重新拼起来之后 他们惊讶地发现 怎么样呢 这个女神 原来竟然是一位 魔灯女郎 一个惊讶地发现 Homely to find that 这还是这么一个 原因壮 因为发现这事 觉得很惊讶 我们强调 这个amaze一般是迷惑不解 这种惊讶 因为amaze本身表示 这个迷宫的意思 咱们第三课讲过 如果忘记了 把视频回去再看一看 再看第三课 142页的第十一行 到第十二行 142页的第十一 到第十二行 他说了 A short time ago villagers were astonished to learn that the ghost of Andley had died 不久之前 村民们惊讶地听说 什么呢 Andley农场的鬼死了 但是鬼怎么还会死呢 基督教里鬼是不死的 惊讶地发现 be astounded 后面用to learn that 因为听说这个事而惊讶 我们这learn 是听说惑讶 本来是learn of 或learn about 但那个戒词在 that前面死了 所以learn还是听说惑讶 是惊讶模式 这个也是用to do 当原因状语 小黑羊整个白了 为什么呢 我们说 It's wool which had been dyed black had been washed clean by the rain 他的这个羊毛啊 他已经被斩成 黑色的羊毛呢 现在被雨水 已经冲干净了 这个白颜色的是 巨子的主干结构 就是 It's wool had been washed clean by the rain 中间这个两个豆豪之间 which had been dyed black 是个飞线的系统预存具 是已经被染黑的 这个羊毛 现在被雨水 已经冲干净了 是这么一个结构 好 里面再看一看 里面有个搭配叫 把什么什么染成了 什么颜色 注意这个动词 dye 叫染色的意思 怎么搭配呢 dye something 后面直接加颜色 black blue blo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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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头发金黄色 可以这么说 你看我们看一个例子 Jane has dyed her hair blonde 这个Jane 把她的头发染成了金黄色 可以这么来说 都可以 当然这个blonde 跟golden 还不太一样 golden 就像黄金一样金黄色 黄橙橙的 并不太好看 这blonde 叫淡金色的 什么叫淡金色的 介乎于金和银之间的 这么一个颜色 淡金色 咱们看到 芭比娃娃那个头发 并不是纯黄色 是淡黄色 淡金色的 这么一个 把什么染成什么颜色 本文中 也是用这个固定搭配 你看 搭配会了 就会用了 现在已经 be washed clean by the rain 注意这个clean 在这 是一个逐语补足语 它不是修饰 那个be washed 如果修饰 动词的话 得用复词了 在这里 是逐语补足语 修饰足阳毛 被冲刷干净了 修饰阳毛的 所以在这种 形色clean 被雨水已经冲干净了 这回阿雷克 看他怎么说 看起来还是 他偷的这个羊 终于这个故事 有个结果 逮住贼了 就是阿雷克 我们发现 依然是一个 有趣的一个小的 继续文 好 16颗看字文字 比较浅显 但是里边 包含了很多重点词汇 还有剧情 尤其是让步 在转折这个剧情 特别重要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反复收看 把知识点牢牢记住 16颗跟老师 就学到这里 谢谢